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 欢迎大家又来到今日的焦点 继续有我周天慧和我周庸 为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Robert,不经不觉香港国安法生效已一周年 这么久了 真是 虽然红线好像画好了 但昨天O记拘捕了两个男子 他们检获了一批爆炸品原材料 以及一些製造枪械的部分 警方说这两个人 其实之前在Telegram有讨论过 如何製造枪械和弹药 亦发现有些草涛 警方又发现 他们这两个人曾经在他们Facebook有贴文 扬言要杀死知名政治人物 以及血洗警署 这么夸张 老实说这件事 警方不是吹得很大 即是尽在不言终地说了这件事 但有几件事 大家一定要识心明白到 才知道这件事是多大的 第一件事 七一星期礼 七一星期礼每年都是一个大事 有公众参观 但今年是很特别的地方 取消了公众参观 为何取消呢 老实说跟这件事是否有关系 老实说 我们最要听 人们在网上说要针对政治人物 谁是政治人物 即是最出众的 一定是政府官员 甚至主力去打黄黑暴的人士 你告诉我这些人怎样接触到他们 最简单的事 七一官礼最多人聚集的 最多政治人物聚集 包括特首或处理特首 在这个案件上 是否七一公众人士有机会 去接触到他们 最紧要在这里呢 为何突然间取消了公众官礼 只是做酒会呢 做酒会就没问题 没有邀请卡就没得进入 所以那是安全提大 但公众参观 一定是一个很大危险的地方 这件事真是 大家都不禁在想 幸好你明天七一 你就抓到 其实还有多少这些癫人 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抓了苹果 抓了黎智英 你这些什么立场 又立刻自己删 老实说那些 是摆明出来搞事的 究竟这两年呢 养属了多少年青人 是痴线的 是愿意用恐怖手段 对付香港 或者香港的一些知名的政治人物 这个问题呢 大家真是不可以不留意的 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国安部 甚至不同的警方 去追踪这些人士 好歹 就是发生之前 抓了这两个人 大家不可以不考虑一样东西 就是说 譬如在这些地方 是乱局的地方 中东 你说突然间 无端端在一个市集图 有人扔个炸弹 一个汽车炸弹 砰的声音 一死一百几十人 伤的就数以千人计 这些情况 一单两单 整个地方立刻塌上下 你又这样想 香港有没有这些人 现在我们警方所做到 就是抓了一些人 也证明到一样东西 是有可能有这些人出现的 问题就是 现在似乎是这些人 自己去想一些方法 去找一些炸弹出来 会不会去到一个位置呢 就是外国的势力 是会提供一些炸弹 给香港去用呢 老实说 现在你们打到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明不跟你斗 我们就用另一种方法 对了 这些情形会不会有呢 其实大家不可以不小心 我觉得你真是很难说的 其实可能是在做一些 桌底事件 你真是不知道 桌底事件 这个没有办法 很坦白 你说今年的七一游行 那就没有批准了 因为就疫情了 Robert 你说了 明年的七一 十二个月后了 后年的七一 是了 警方是否会发出反对通知书呢 是 我们如果仔细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就是过往 过往那二十几年 香港是采取一个非常放淫性的 就是去这些公众集会游行 所以越走越多 越走越多 越走越多 你就越放 你又不敢阻止 你又没有理由阻止 好了 到了今天的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理由 去再重新想一想 在什么情形之下 是准许集会游行呢 集会是一样东西 游行是另外一样东西 游行的危险程度呢 就比集会更加紧要 集会就说 在某个地方 几千人在 我可以围住你 看着你 完了要散去 游行 由A走到B 中间有这么多人看 其实老实说 在中间有辆车 有辆汽车炸弹 你就大件事了 你走过一扔扔下来 是的 所以去到今天 在一个新的政务司司长 新的保安局局长 应该重新检视过 香港对集会游行 那个处理的方法 是不是要改变呢 没有了疫情的影响之下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不准 或者尽量减少了 集会和游行一起做呢 集会还是集会 集会可能是某个地方 是限定你这么多人的 超过的人就不准进入了 游行 可能只是准准很少很少人 或者走的路线 是一个封闭式的游行方法 不可以在一个很大的公众地方做这件事 我觉得特区政府在未来的一两年间 是要重新检视过 来令到香港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实昨天拘捕了这两个男子 一个29岁 一个32岁 他们都不是很年轻的了 我们如果看回过往这段时间 基本上是有几种人出出来 大部分人是二十多三十岁 三十多四十岁 这班人就是简单说 就是2003年开始 当时特区政府反二十三条 开始养下来这班人 甚至去到2014年 佔中 这些人是一班人聚着 你再看清楚这班人 绝大部分在生活上 他们不是一个做得很好的 舒适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对社会可能是有一些反感 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 所以在这些情形下 我们是否要特别小心 其实是真的要特别小心 其实国安法生效了一年 已经拘捕了114人 直到前天 至少有64人被检控 已经被检控 当中有48人 即有75% 保释被拒 或者是没有申请保释 是继续还压的 你想想现在 直到今天刚刚十二个月 其实暂时 只是一单案 国安法的一单案 上了法庭 正在审讯着 我们也要留意 在过去那十二个月 除了黎智英之外 还有七月一日 即去年的七月一日 即是去年七月一日 即是开电单车 有个港独期 唐英杰 是的 那个人 正在审讯 另外 其实在六月份 就有两件事 大家是需要留意的 一个人 就是在他的家门口 那道门 展示了港独贴纸 另外一个人 就因为他在浪衫架上 挂了港独期 被人举报 被拘捕了 这件事大家真的要留意 因为你是向公众展示 这些港独信息的东西 其实已经涉嫌触犯了国安法 其实我又想这样说 香港有一堆黄店 有时候你去那些黄店 走过门口 看看他贴的东西 老实说 你问我 我都会觉得 有些外眼 这些有没有一些 港独的意味在 你看Chicky Duck 我真的觉得夸张得 他没有拘捕 但都被人查了 是被人查 但我就很不明白 这样不叫向公众展示港独的讯息吗 为什么这些要放生 这些直接要拘捕他 特区政府一定要很小心 在国安法一年之后 一定要很小心留意 香港不可以作为一个恐怖年代 有些人像中东那样 就会想着 不管怎样都死了 大家一起去 用炸弹 用其他方法去损害香港 是的 但其实说到怎样也好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 新的政务司司长和保安局长 上了场之后 我们都很相信 政府都看到我们 刚才所说的 也应该会很严谨地去执法 不过我都觉得市民 真的不要以身是法 真的不应该做完 这么笨的事情 好了 到这里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明天有一个 非常愉快的七一假期 香港安全全平平安安 就度过这个假期 好 拜拜 星期五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